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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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西亞國家一定有在大陸 可以得到這麼寬寬的一切 見證呢也學習了 昆山的一個肥褚成長 那我也非常榮幸跟昆山一起成長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叫吳天任 來自台灣的高雄市 那來到大陸昆山已經是第14個年頭 我們主要是做包裝行業 印刷包裝 就是為各種產品去提供包裝的服務 這是白紙 買來以後我們去做採一些 採成我們要的大小 然後去做一個堆子的動作 把紙堆到機器上面去 現在要印說明書 然後印完以後 會到後面去做裝進的動作 我們的行業很傳統 非常傳統 就是包裝嘛 但是又不得不用它 產品不可能裸包啊 我們這幾年其實 投入非常多的金錢 精力還有經驗 去做綠色產品 我們其實都是用行業內 最環保的材料 不管是油墨 紙張 或是輔材 或耗材 然後去把會產生的烏壤 降到最低 那我的父親呢 他四十多年前 在台灣 白紙喜架 創辦的那個 印刷包裝的公司 有一位同行 邀請我們 附近來大陸 投資 所以當時第一個場 是在廣東的工山市 當時應該是 九三年回去的 九六年來到 根山考察 九八年 我們就正式在 根山營運 就每逢暗暑假 對 父親就會 帶我們來 大陸這邊玩 那說是玩 其實就是在工廠裡面 所以很多 我們的員工 都是看著我長大 父親是創業的第一代 那我是屬於 接班的第二代 那接班的壓力 其實跟創業不一樣 接班壓力也是非常大的 時刻都在擔心做不好 我心裡沒底啊 我也沒經驗啊 那突然給我 一千多個人來管我 然後一年好幾億的產資 叫我手上 萬一敗了 咋辦 我當時便沒有一個 前輩手把手帶著我 所以在整個接手的過程 其實是 比較艱辛的啦 我個人認為比較痛苦的 就凡事都得靠自己去摸索 然後 更多的是靠 碰壁去取得的經驗 我二十三歲接班 啥也不懂 那為什麼突然接班 其實當時我們公司 有一些狀況啦 首先是這個 人才流失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客戶端也是啦 客戶端其實也是有很多流失 他們是之前的一個專業經驗人帶出來的 這個留不住其實很正常 那就開始自己打造自己的團隊 自己開發型客戶 也就是說自己去闖出自己的江山 大概花了三到五年的時間吧 做這件事情 我們當時的一個經營模式 靠人的一個經驗去生產這些東西 經驗來講的話 它是不可靠的 可能今天這位老師傅 他請假了 那完蛋了 沒有人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花了挺多時間去建立標準化 標準化作業 然後去把人為因素去降到最低 也導入了很多自動化設備 我把機制建立起來 把標準化建立起來 他們其實就可以相對的自然去運轉 所以我認為壓力一年比一年少 我們的客戶群其實就是電子快銷產品 電子產品的一個生產趨勢 早期是在珠三角 也就是我們中山工廠 然後後來長三角的崛起移到這裡過來 所以這大陸的一個經濟發展 這十幾年來真的發展得非常迅速 然後一直到西部重慶這邊 我們也跟著整個經濟的一個成長 也去奪色了一個據點 簡單提一下 他們在這邊其實遇到很多 過於便利的不便利 也就好比說 我除了工作以外 我在昆山的台協會裡面 也有職位 就是我們昆山台協C2分會的總幹事 工作就是作為企業和政府單位 溝通的一個橋樑 今天來這邊參加這個沙龍活動 是由開發區台服辦主辦的 邀請到了我們人設局 我們稅務局 以及其他相關的政府單位 來給到我們很多諮詢 很多的建議 也讓我們收穫了非常多的知識 這類的沙龍活動 基本上每一到兩個月會舉辦一次 可能有針對健康 有針對我們企業經營上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一些新的法律法規 我們這些企業就可以透過沙龍活動 獲取到最新的資訊 給到我們很大的幫助 樂趣在於團隊協作 然後球是圓的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就我來昆山14年 那這14年呢 見證了 也學習了昆山的一個飛速成長 那我也非常榮幸 跟著昆山一起成長 那在昆山其實也生活得非常的舒服 對也成家立業 我太太也學到了 孩子也在昆山上學 真的是對我來說 昆山是我第二個家 就其他國家五十年 或者是一百年才做得到的事情 到這十幾年做到的 這真的是一個快進啊 我在短短的十幾年就吸走到 一個國家的成長和蛻變 對所以整個眼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可能我們在其他國家的話